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轰炸机均在对方国家的机场降落 体现了两军的联合训练水平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中国空军的轰流K轰炸机与俄罗斯图95MS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行 同时中国还出动了两架歼16战斗机为轰炸机编队护航 还有运游20加油机为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 微信照片显示中国空军的轰流K轰炸机降落在了海参崴国际机场 这并不是中国空军轰炸机第一次降落在俄罗斯机场 以前中俄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就多次降落过 俄军的轰炸机是第一次降落在中国机场 外媒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俄两国战略合作的扩大 对这次中国空军轰炸机联合行航反映最强烈的是日本和韩国 两国空军都起飞了战斗机进行半飞 美国战区网站报道 俄罗斯不承认韩国的防空识别区 中国官方认为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并不构成韩国领空 其他国家的飞机在这些区域自由行动是适当的 日本防卫审发布的照片显示了中国歼16战斗机在对轰炸机编队进行护航 防卫审还声称有另外两架中国战斗机在轰炸机编队飞越对马海峡的时候进行了护航 战区网站认为这次中俄联合行逻表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加深 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坏事 因为美国一方面要处理乌克兰危机 另一方面还要处理与中国日益恶化的关系 这一次中俄联合行逻的时机也非常的微妙 首先前不久西方媒体还在说中俄关系因为俄乌冲突而变得收远 现在中俄就证明给他们看看中俄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加深了 其次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几天前刚刚警告中俄 说如果中俄不阻止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和发展核武器 朝鲜半岛就会涌入更多的武器装备 结果中俄马上有轰炸机联合行逻来打脸 让隐血看清自己有什么资格的警告中俄 有些网友认为像轰流K和295MS这样的非隐形轰炸机 在现代战争中已经过时了 那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在和平时期轰流K和295MS进行空中巡逻 故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 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本身就是这些非隐形轰炸机的重要任务 在战争时期这些轰炸机还能够承担防区外的打击任务 到的机场上降落加油 轰流K就能够攻击美国本土西岸和阿拉斯加 希望美国能够从这次中国轰炸机的联合行逻中看出来 它的霸道行径终究是有人能够进行反制的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